为坚决遏制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22号 自然资源部集中公布了12起 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这12起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分别为 北京市通州区潘某等人破坏耕地 辽宁省盘山县张某某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吉林省汪清县杨某破坏耕地 浙江省慈溪市杨某某等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江西省乐安县曾某某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山东省莱州市毛某某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河南省内黄县刘某某等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湖北省罗田县朱某某破坏耕地 湖南省宁乡市周某某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海南省丹州市某村集体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四川省西昌市吴某破坏耕地 云南省鲁垫县某公司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目前这12个案例中 有19名当事人受到刑事处罚 并被责令恢复耕地种植条件 自然资源部表示 通过公布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向全社会持续释放严格保护耕地 依法依规使用土地 保持对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行为高压态势的信号 施量分證 Harold 被农性 黄色 包装